当老师一唱出捉泥球三个字 长辈们连忙要捉住对方的手指 现场爆出一阵尖叫声 大家脸上都是笑容 这里是桃园龟山辅导咖啡馆 在社会局辅导下 自去年转型成社区关怀据点后 前来音乐治疗师为长辈上课 用耳熟浓腺的音乐玩古早味游戏 借此活动筋骨也放松身心 让长辈们玩得不亦乐乎 那我们的音语治疗呢 其实就是利用一些 音乐治疗师所设计的活动 来帮助长辈们达到他们一些 不同的一些生理或是心理 或是社交一些活动目标的一个建立 那像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桃园 那同时也用透过就是音乐的桌泥丘 然后来训练长辈们的手眼协调性的 一个目标的建立 第一次感想就是 来这里真的很热闹 而且大家都和睦相处 还有我们的站长 他对我们都很好 对可能之后还会再来参加这边的一些 一定会来 而且这个环境太好了 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协调很好 比如说到这个地方很好 来很热闹又会好好玩 最喜欢哪个部分 最喜欢都喜欢 都喜欢 还会想再来听话 想 当天也有儿子带着轻微失智的母亲 前来参加 看到妈妈玩得十分开心 也让儿子直呼有这种据点很好 三方表示 这里原本是失智长者友善空间 现在转型后 以举办长辈参加的活动课程为主 不够人提供失智相关照顾的咨询服务 要尝试就是不断地去在旁边盯她 然后接下来要引导她 我们来做什么 来吃饭 那我们来做伸展 要不要洗澡 这一类的 就是要提醒她 那她就会乖乖做了 我妈就是平常在家 可能会比较懒散一点 但是来这边跟大家互动 然后又遇到一些 儿时的那些熟悉的记忆 所以其实我觉得她今天表现得很好 我们每周一到周五都会安排 不同的促进健康延缓失能的一些课程 来给这些长辈 然后我们周五也提供免费的共餐 我们这边还是有专业的人员 咨询是不是要转介 转介其他的机构 这方面我们都有提供这方面的资讯 咖啡馆就位在龟山区公所附近 每周一到周五都有不同的课程可免费参加 还提供粮血压等服务 这方面欢迎附近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加入 一起健康变老 记者刘雨婷还没报道